請看到第十五題 原則上每個題目都會很仔細的講 希望同學要仔細聽 這個第十五題它說 坐標題面上給你兩個向量 這兩個向量就是移動的指令 A向量長什麼樣子呢 長這樣 這是它的坐標表示法 請問你它的S分量是誰 叫做S Y分量叫做-1分之1 先問一個問題 這個東西在表示什麼 這是一個移動的指令 水平方向走S S如果是正的代表往右走 S是負的代表往左邊走 Y分量是-1分之1 表示它是往哪個方向走幾單位 往下走幾單位 1分之1個單位 所以我們經常講說 向量就是個移動的指令 它在告訴你怎麼走 但是它只告訴你上下怎麼走 它左右怎麼走 它是個位置數 你這樣好不好 再來有另外一個向量叫做V向量 這個V向量它的S分量是-2分之1 告訴你往左邊走兩單位對不對 結果它的Y分量竟然是個位置數叫做D 上下怎麼走 它不跟你說 它後面講一句話 這個很妙 它說這兩個向量都是什麼向量 單位向量 來畫起來 然後它還怕你不懂什麼叫單位向量 它說長度唯一的向量 OK 而且這兩個向量的夾角是30度 來你再旁邊畫一下 這個叫做A向量 這個叫做D向量 兩個向量長度是一樣的 長度都是1 它們夾角是幾度呢 30度 這個題目給的條件 好像大概就到這邊 最後問一個問題 S-T等於多少 我們解題很強調解題出發點 同學你先來跟我互動一下 你覺得你會怎麼處理這個問題 你把你 就是你平常看到題目 你下一個動作會做什麼 你直接跟我說 內肌 內肌 你是說想到內肌 為什麼會想到內肌 是因為看到夾角的關係 向量一直要加 OK 有同學說老實我看到這個東西 我想到內肌 行啊 來 這個A向量 DOT B向量 好 想到內肌很合理嗎 內肌的定義是什麼 內肌的定義有兩個 這兩個定義是互通的 給一個可以推出另外一個 請你告訴我第一個定義是什麼 定義 我現在在高三個班上 問內肌的定義有人答不出來嗎 A.B是什麼 沒錯 A向量的長度 乘上B向量的長度 再乘上什麼 Coseta 我們同學稍微整理一下這個式子 顯然是可以 A向量的長度是多少 你說 1 1啊 他說這單位向量 這長度是1耶 好 寫上去哦 B向量的長度呢 講話啊 也是1啊 這兩個向量夾角是幾度 30度 所以乘上Coseta幾度 30度 我現在在引導你怎麼做哦 我不想自己這樣悶著頭 自己一直一直做 然後想說 你們應該都懂吧 就不要這樣子嘛 誒 我算30度是多少 2分之更號3 好 我們有一個好的開始 我們知道A.B叫2分之更號3 但是知道這件事情 跟我們最後的目標要算S-T 好像看起來 有點距離是吧 好 那下個動作你要做什麼 沒有想法 不知道怎麼做 打算放棄了嗎 我們來看下一題 你有什麼條件沒用上的 你說啊 你考試你就走到這邊 然後就想說 我好像不會了 我不行了 A向量不是單位向量 那他坐標表示法都告訴你了嘛 所以這個時候 來我拉個箭頭 過來這邊 請問你 A向量的長度會不會算 向量會不會算長度 會啊 對不對 向量的長度叫做什麼 你知道他的坐標 所以向量的長度叫做分量平方核開什麼號 開更號 所以你這邊應該是很合理的可以想到說 他這邊是S的平方 加上負二分之一 整個的平方 對不對 啊題目說他是單位向量耶 所以這個長度是誰 這個長度是1 欸這個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 從這個等號條件 其實我們可以看出 S應該是誰對不對 懂不懂我在講什麼 可以嗎 好我們來算一下S 我這邊不打算講得很快 因為有時候我都想說 到底高中生在解題 有時候腦子裡面在想什麼 我如果按照我自己的邏輯 我都要解這個題目講一講說 你們應該會吧 那這樣很奇怪 就是我們來互動一下 欸怎麼解這個S 你告訴我 蛤 這裡有更號啊 兩邊怎麼樣可以把更號拿掉 兩邊平方 所以這邊會得到S平方 加上 負二分之一平方是誰 四分之一 水啦 等於多少 等於一啊 對不對 兩邊平方嘛 S平方加四分之一等於一 這裡是時候你知道S平方等於多少 四分之三 不過這裡很不幸的一件事情是什麼 S平方等於四分之三 我們的S有幾個 有兩個 我們的S有誰 來 我們的S有 正負 對 正負 更號 四分之三 欸好 我來問一下 正負 二分之 更號 三 對不對 對吧 S平方等於四分之三 那你S不是應該正負 二分之更號三嗎 好 這更號 四分之三 是該出來的這二 欸這沒有問題 仿照這個想法 來 同學請看這邊 V向量的長度 等於 翻量平方和 開更號 把它寫清楚 負二分之一 平方 加上 這個是T的平方 會等於一 你考試你的過程 可能要整個錄一下 你懂嗎 你在解題的時候 可能這邊有個想法 那邊有個想法 如果你在寫計算題 你可能要把整個流程 重新再補一遍 好 那我們現在從這邊 應該可以看到 來 看到什麼東西 兩邊平方 所以這邊會得到 四分之一 加上什麼 來 突然不講話 來 平方之後 如果根號拿掉 四分之一 加T平方等於多少 加T平方等於一 所以你發現一件事情 你的T平方等於多少 也是四分之三 糟糕 所以你的T 有幾個 兩個 正負 二分之多少 二分之 根號三 對不對 給你十秒鐘 看你能不能跟到這邊 就是 就是 知不知道我們在講什麼 嗯 好 這不管 寫的字 歪歪的 沒有關係 嗯 最近有看有一個 那個 網路上的那個 什麼 教我一記分啊 老師 他找一個 差黑版的嗎 差黑版的 流量爆真啊 那個女生也沒做什麼 他只是把他外套脫下來 然後露出 就是你知道 然後就 哇 就好多人看 老師這邊 其實你找一個助教 找一個助教 找誰 找你 然後誰帶個家 我還是用實力取勝好 結果發現沒有實力 更慘 這邊講一件事情喔 S有兩個嘛 T有兩個 所以你搭配出來 S跟T有幾種情況 有四種 如果是以前我的教學 我不會把他四種寫出來 因為我想說我們心裡有就好 不過我現在會覺得 我寫出來好 S跟T的搭配有四種情況 我為了你 我真的很認真的把他寫出來 來你告訴我是哪四種 S-多少 2分之更號3 T也是多少 2分之更號3 欸知不知道我在講什麼 對不對 你S不是有正負2分之更號3嗎 T不是也正負2分之更號3 S有兩種 T有兩種 搭配出來有四種情況 來 兩個正 再來是什麼 一正一負 負2分之更號3 然後配誰 2分之更號3 你看我對你多好 我全部都放你列出來了 然後再來這個是 2分之更號3 欸對不起 去配負的2分之更號3 最後一種情況是什麼 兩個都是什麼 負的 欸你要跟我講你的想法呀 好 我們好不容易這一條路走到這邊了 啊請問你 我們最後要算S-T 糟糕 S是誰 T是誰 我怎麼知道 S-T 你 怎麼辦 可以可以說 因為口塞30 會是正的 所以說 它要嘛是正的 算有什麼問題嗎 喔你的意思是說 內積之後是正的 對 是嗎 所以 喔你說內積之後要等於它是不是 就是口塞30不是可以當作是 那個 兩相當長度 就除以內積 對 所以說 它們兩個用起來 一定要是 同號或 一定要同號 你說A.B嘛 對 一定要同號對不對 我大概知道你的意思 你的意思是說 我們現在可以把這個A向量 去 知道怎麼說 我們的A向量 譬如說 這個是2分之更號3 然後這個是負的2分之1 是這樣嗎 然後我們的V向量是誰 我們的V向量是 如果是配這個的話是負的2分之1 然後2分之3 然後2分之更號3 我猜測它的想法 它的想法是說 我們S跟T既然都知道 那A向量跟V向量的長相 應該是 就是有四種搭配的情況 對不對 它就把它寫出來 寫出來之後 我沒有寫錯 S是它 T是它 然後你就真的去做內積做做看 A向量 DOT B向量 這是你說的 這不是我說的 大家可以來評估一下 它的做法合不合理 來這兩個向量做內積 什麼叫內積 內積的另外一個定義是什麼 除了長度乘長度乘口塞之外 內積的另外一個定義是什麼 內部坐標的乘積啊 所以是不是它乘它加它乘它 2分之更號3 乘上負的2分之1 然後再加上負的2分之1 乘上2分之更號3 這個算錯也是多少 這算出來是多少 我看一下 這個算出來是負的2分之更號3 這個算出來是負的2分之更號3 因為我們要的是2分之更號3 這個結果 所以顯然這個情況怎麼樣 握手 王毅你的意思是類似這樣 要思考一下 好你思考一下 因為我是猜測它的想法 然後去解這個題目 它剛才給我的感覺就是 老師它既然S跟T的搭配有四種情況 所以這個A向量B向量 全部都可以抓出來 你就內積 看看內積會不會等於它 如果你抓這個跟這個的話 這個內積會等於負的2分之更號3 那這個就不合了 這個情況就被排除掉了 對不對 這就不行 明白這個意思嗎 對不對 這個是剛才同學分享的 不過我跟人分享一下我怎麼解這個題目 你仔細聽喔 我大致上我不會像他這樣做 我會怎麼做你知道喔 你看我這邊 這個 這個地方 來我寫這邊 我們的A向量 大致B向量 我們知道它是2分之更號3對不對 來請看我這邊喔 我直接會把這兩個做內積 我就直接做 S乘上負的2分之1 所以它就是S乘上負的2分之1 然後再加上負2分之1 乘上B 這樣聽懂嗎 內部坐標的成績啊 相乘相乘再相加對不對 所以這邊我們可以把負的2分之1 提出來 然後這邊變S加B 這個東西會等於多大 2分之更號3 欸對不對 然後到這邊的話我想想看喔 你們習慣平常怎麼做 這個2跟這個2可以消掉嗎 所以來請問同學 S加T會等於多大 等一下你們這到底行不行 S加T應該會等於負的什麼東西 P更號3 我的話我會這樣做 每個人的想法不一樣 來請看那邊 S加T要等於負更號3 你就去看嘛 這兩個加起來有等於負更號3嗎 負個P 這兩個加起來是誰 這兩個加起來是0啊 這也不是啊 這兩個加起來是0啊 所以如果你加起來要等於負的更號3的話 只有誰 只有這個情況對不對 你的S跟T都是負的2分之更號3 加起來才會是負更號3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從這邊你就很清楚的知道 你的S到底是誰 在這個題目的條件底下 你的S叫做負的2分之更號3 你的T呢 也是負的2分之更號3 這個題目要問什麼 這個題目問S-T 我們的答案是多少你猜 答案是0啊 寫上去啊 這一題答案是0 你應該整個去思考 我們解題的流程對不對 從一個合理的角度去出發 把所有的條件組合起來 看那些條件跟你的目標之間 有什麼樣的連結 是吧 你說老師你這樣一題講很久 講很久根本不是重點啊 重點是你怎麼想對不對 如果要講快 我這題五分鐘就講完 好不好 但重點不是講快或講慢的 而是我們怎麼想這個問題 好嗎 好 那這個題目 我們就跟他說再見囉 再見再見 然後這題結束了 這題不錯喔 這數V的喔 注意喔 這數V的喔 那我們是不是準備來看下一題 下一題這個第16題 我個人非常喜歡 他跟我的人生經驗 有很強烈的連結 因為我小時候就是這樣玩的 這個題目我要給他五個讚 這個題目很好 這個題目出得很好 我覺得這個老師出題非常用心 你要仔細看這個題目喔 他說有六個籃球愛好者 在籃球場上相遇 想要組成兩隊 每一隊幾個人呢 每一隊三個人 進行三對三的鬥牛賽 組隊方式呢 用每人出手心或手背的方式決定 你有沒有跟同學這樣分組過 就是那個叫什麼 黑白對不對 手心是白 手背是黑對不對 好 大家當黑白黑白對不對 好 然後他就說呢 當初手心跟手背喔 各三人的時候 同出手心的是 一隊 同出手背的是另外一隊 每個人出手心跟手背的機率相等畫起來 每個人出手心跟手背的機率 都是二分之一 而且每個人的出手方式 互相獨立 把它畫起來 一般來講不會獨立 你知道為什麼嗎 比如說我跟董明鏡是好朋友 我想跟他同一隊 我可能會使個顏色給他 你知道該出手吧 對不對 就你知道的啊 先出手心 再來三個手背之類的 對不對 這樣是不是我們兩個就可以同一隊 但是他這邊是說 互相獨立喔 我要出什麼 跟他要出什麼 是一點關係都沒有 簡單來講就是沒有作弊啦 好不好 他說這六個人 至少出手兩次 才能組隊成功的機率是多少 來你把至少出手兩次花錢 就只有這個問題 這個題目 我們先考慮反面做法 機率或排列組合 都可以用正面跟反面去考慮 反面做法 做到底是哪一個做 是這個做嗎 我問蔡宗明 蔡宗明做好的做是這個做嗎 還是另外一個做 這個做 好 為什麼會想到反面做法 因為他講至少 我們要算什麼機率 我看一下要算什麼機率 至少兩次 對不對 來 至少兩次 你知道這個遊戲啊 你先考慮一個很極端的情況 有沒有可能大家早上準備打籃球 早上九點 結果一直分組 都沒有辦法分 比如說六個人第一次都出手心 沒有辦法分組 第二次五個人出手心 一個出手背也沒辦法分組 結果從早上一直到下午五點 都分不了組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一直在那邊歐背 然後就都沒有辦法刪三這樣子 你覺得有沒有可能這種情況 有 但機率應該是蠻低的 對不對 一般來講大概玩個幾次 就可以明確分組 對不對 已經玩到就是太陽下山 貓花叫你回家吃 反倒也不能分組 這也不是不可能 但是機率應該是挺低的 他說至少怎麼樣 出手兩次才能組隊成功的機率 當然你現在如果用那個叫什麼 樣本空間來看 來你把你的Sample Space畫出來 這是你整個樣本空間喔 樣本空間是高中數學機率裡面最重要的東西 我現在把樣本空間做切割 就跟那個拼圖一樣 這一塊叫做剛好出手一次 就是這種最棒啊 出手一次馬上分組成功 讚喔 好 然後這一塊拼圖叫做什麼 來你看這塊拼圖叫做什麼 這一塊拼圖叫做出手兩次成功 不過這個拼圖同學你要注意喔 出手兩次成功是什麼意思 代表你第一次要怎麼樣 第一次要失敗 第二次成功 然後大家就可以去打籃球了 聽懂這個意思嗎 我這裡的出一代表說一次就分好組 出二代表到第二次才分好組 然後我們的樣本空間再切 這裡會有一個出什麼 出手到第三次嘛 對不對才分好組 代表這個出三是什麼意思 你說我的意思是什麼 前兩次都沒有分到組喔 就是都沒有分好對不對 都沒辦法分到第三次對不對 當然你說老師那總共可以切幾塊呢 來我問你 總共可以切幾塊 是無限多塊喔 你說老師切一百塊 你確定到第一百次就一定能分到組嗎 搞不好前一百次都沒有了對不對 還得到下一次的 所以我這裡事實上是切了無限多塊對不對 我們現在他是怎麼樣 他說至少出手兩次 那還不簡單嘛 至少出手兩次你就用全部的機率就是誰 一把誰扣掉就好 一把誰扣掉就好 對把這一塊扣掉就好 對把這一塊扣掉就好 我只要把這一塊扣掉就好了嗎 通通在講什麼 我這樣講有沒有覺得很直覺 來寫上去喔 樣本空間你考試不一定要畫出來 但是他應該要在你心裡面對不對 至少出手兩次才成功嘛 可能剛好出手兩次 剛好出手三次 可能剛好出手一百次 反正他說至少兩次嘛 你要兩次以上對不對 好 全部的機率減掉 下一次來減掉 probability 下出手一次 我教的很慢喔 下一次 下怎麼寫 下就是這樣寫 下一次 好 下出手一次 這樣好嗎 好的 現在大家一起來看 等於1 減掉 對六個人喔 六個人我們寫 把代號寫出來 你們喜歡甲乙丙丁還是AVC珠 你們平常的習慣是什麼 你們如果六個人要給名字的話 你們喜歡用甲乙丙丁 還是什麼直醜銀帽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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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你們喜歡什麼 算了我是喜歡AVC珠 好不好 C珠 EF 六個人對不對 我現在設定一個代號 圈圈代表什麼 手心 叉叉代表什麼 手背 如果這六個人一次就要分好組 代表有三個人要出手心 三個人要出手背對不對 所以有幾個圈圈幾個叉叉 有三個圈圈 三個叉叉 那請問你喔 如果是這種情況 是誰跟誰要再一組 對不起 是AVC一組 數一F一組對不對 就可以去打三對三鬥牛賽 可是你應該也知道 三個圈圈跟三個叉叉做排列 沒有可能是這種情形 來如果是這種情況的話 請問你是誰跟誰一組 AEF一組 AVC珠一對對不對 好 那你說老師這裡情況好多 沒錯 我們等一下再來數這裡有幾種情況 我們先考慮三個圈三個叉叉 這樣連續的情況 請問你喔 來 這個應該怎麼寫呢 我應該這樣寫好了 A出圈圈的幾率是多少 二分之一啊 對不對 他出手心的幾率是二分之一啊 B出圈圈的幾率呢 也是二分之一啊 你看這每個都二分之一對不對 來你跟著寫 都剩二分之一 我把它寫出來喔 所以請問你剩二分之一的幾次方 六次方 但是二分之一的六次方 只能表示其中一種情況 不過你心中知道啊 三個圈圈跟三個叉叉做直線排列 他的情況有好多種 來請問總共有幾種 你說後面還要乘幾倍 兩倍 兩倍嗎 三個圈圈 三個叉叉排成一列 有相同物的排列 這裡應該是幾階 六階 三個圈長一樣 三階 三個叉長一樣 三階 知道你在講什麼 啊如果你內行一點的話 如果你是老司機 你應該知道這個東西是誰 就是C6選三 六個選三個 對不對 出同樣的東西 看你的排列組合層次到哪裡啊 這我們不好說了 對不對 好 來那我們看一下喔 這一題應該答案會算出來了吧 這個是 二分之一的幾次方 二分之一的六次方 慢慢寫喔 再乘上 六階 除以三階 三階 對不對 我慢慢教 真的慢慢教 這樣還聽不懂 我覺得很疲倦 來 一減掉 二分之一的六次方是誰 你說 你應該都是我是誰啊 是你要考學 這不是我要考 六十四分之一 六十四分之一 還有 後面這個東西喔 以前我會說你要心算啦 但是我今天不要心算 就是我帶你扎實的做一次 什麼叫六階 對 一乘二乘三 乘四 乘五 再乘六 我這樣寫你能不能接受 然後三階就是一乘二乘三 慢慢寫啊 一乘二乘三 對不對 上面一二三 下面一二三 對不對 這個整理一下 應該是沒猜到問題 二三六 約掉 好 所以從這邊你就發現 這一題答案是多少 一減掉 六十四分之 這個是多少 二十 哎唷 一減掉六十四分之二十 等於六十四分之多少 四十四 可以再化檢喔 怎麼化檢 上下同除以四 對不對 同除以四分之一 所以這裡是十一 那下面是多少 講話呀 十六 所以這一題答案十六分之十一 沒有問題 看一下 寫上去喔 我們不要教很快 好不好 不要教很快 我們就是講一題等於講一百題 這大學教授出的 這不是高中老師出的 你要注意喔 跟你的一般那種什麼 什麼XX區的模擬好 是不同題目喔 我現在挑戰這個班的同學 來仔細聽 你會不會正面做 高手的話就 如果你是一般程度 可能你說我會做出來就可以了 但如果是高手正面反面都要嘗試一下 正面做法怎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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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兩次 對 至少兩次 就是要把什麼 叫每一塊拼圖加起來 來 來 把出二 對不對 這個幾率 再加上 出什麼 三 再加點點點 但是你加不完喔 對不對 這個我再講一次 你知道這個出三是什麼意思嗎 玩到第三次 大家在那邊 歐貝歐貝對不對 玩到第三次才分好組 代表前兩次是失敗的 最後一次才成功 對吧 好 這個怎麼算呢 來請告訴我 這個代表第一次失敗 第二次成功 第一次失敗的幾率是多少 你知道嗎 第一次成功的幾率是多少 第一次就成功的幾率是多少 六十四分之多少 這是成功的幾率 那失敗的幾率是多少 十六分之十一 所以這裡要怎麼寫 你說 十六分之十一 等一下 知道我在講什麼 第一次失敗 然後第二次成功 第二次遊戲又重新開始 第二次成功 這個幾率是十六分之多少 失敗的幾率是十六分之十一 那成功的幾率是十六分之多少 哇 對不對 等一下我有沒有寫錯 失敗成功 對不對 懂不懂我在講什麼 好 好 然後再加上 這個是代表前兩次失敗 所以這邊是十六分之十一的幾次方 平方 然後最後一次成功 十六分之五 再加上 來 十六分之十一的幾次方 三次方 再乘上 十六分之五 加點點點 加都加不完 來請問各位高三數甲的同學 你告訴我 這是一個什麼級數 這是一個什麼級數 無窮等比級數啊 你有沒有學過 你肯定是學過的啊 這是一個無窮等比級數 沒有超越你的範圍喔 這個工具你是能用的 好嗎 無窮等比級數有沒有學過 有 寫上去 這是個無窮等比級數對不對 無窮等比級數 如果它的核存在 它有一個求和公式 那個求和公式叫什麼 你說 一減公比分之什麼 首相 對不對 當然你要看它那個數列 收不收斂 因為畢竟無窮相 我們以前是先算前N相的總和 對不對 再讓N 畢竟無限大 所以它有取極限 如果它極限存在的話 這個極限是存在 我們就不多說廢話 來 一減公比分之首相 我們來算一下 一減公比 公比是多少 你看得出來這個公比是多少 十六分之十一 十六分之十一 漂亮啦 對吧 啊 首相是誰 十六分之十一乘十六分之五 來 十六分之十一 再乘十六分之五 欸 一減十六分之十一就是十六分之五 那上下就把它怎麼樣 就把它約掉 所以答案是多少 十六分之十一 我這樣講應該沒有錯 簡單來說就是 從各個層次去考慮那個問題 我會法面做法 我也會正面做法 沒什麼不行的 好啊 來看一下 可以齁 一定要注意喔 它出題 像我這個沒有用超出你高中的範圍 對不對 無窮等比級數我們有學過啊 欸給你三十秒消化一下 懂不懂 欸蘇V的考題其實出的也不錯啊 這題目挺好的是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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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擋到了欸 好 我覺得我科學心這個改變很多 我以前就是我要瘋狂的解題 我一堂課最好能解十題這樣子 提海戰術對不對 什麼提心我都講到這樣 後來我發現效果不好 因為我覺得有一些同學可能不懂說 欸 為什麼這一題突然就跳出一個思路 然後就順便就瞄解掉這樣子 我覺得這樣子有點不行 所以我現在就走另外一個極端就是 我們一節課解兩題三題也沒關係啊 重點是你只要把它聽懂對不對 就是做一題它出類似的考題你就會做啦 對然後類似觀念的考題你都可以實力 這樣好不好 好我們來看16題講完了吧 我們來看第17題 17題 這個題目也是很好的問題 數A數V都有可能會考 尤其是數V是高機率喔 這個題目給它三個贊 這個題目非常好 這個都很用心在出喔 確實出得不錯 17題你要仔細聽喔 這是個條件機率的問題喔 他說 某一個人把他的筆電接上傳輸線連接投影機 後面那句話非常重要 你一定要把題目看懂 如果傳輸線跟投影機 其中有一個故障或者兩個都故障 則無法正常投影來吧 畫起來 換句話講 同學你知道正常投影的條件是什麼 兩個都要好的 你只要零件壞掉一個 就不能正常投影對不對 他說傳輸線故障的機率是0.1 投影機故障的機率是0.05 傳輸線跟投影機故障與否 互相獨立 這個畫起來好不好 他簡單來講就是你有沒有壞掉 跟我們壞掉沒關係啦 這個怕大家有一點誤解 他說連接之後結果發現 欸 無法正常投影 那在這種條件底下 樣本空間縮小對不對 請問你是傳輸線故障的機率是多少 條件機率大家應該都知道 來這一題問的機率是什麼 來你說 我們要算什麼的機率 你要告訴我們要算什麼的機率 傳輸線故障的機率 所以我們是要算線故障的機率 把它寫上去 考試你可以寫中文 沒有問題 好不好 如果你平常不喜歡用一些代號 你可以完全寫中文 沒有問題 如果你寫代號 你要告訴人家 我這個 比如說A事件 是代表線故障的事件 你要把你的代號寫清楚 不然人家不知道你的A跟B是怎樣 我想說剛才寫三小 整個給你劃掉 好 問線故障的機率 在什麼條件下 你說 在無法投影的條件下 來 在無法投影的條件下 寫中文就好啦 投影的條件下 條件機率同學應該還有一點印象 條件機率來 分子跟分母 分子是什麼 分母是什麼 你說 先從分母開始寫 分母是什麼機率 我們現在離學這不是剩五時間嗎 分母是什麼機率 分母是什麼機率 在無法投影的情況底下 所以你是不是要算無法投影的機率 樣本空間縮小了嗎 投影的機率 好 那分子呢 分子是這兩個事件的什麼 那個叫什麼 交集 交集 所以分子是要算什麼的機率 限故障 列耍過重 而且 我寫中文好了 來 and 而且 無法投影 寫到目前為止 有沒有同學有任何的問題 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 接下來就是這個題目的重頭戲 高中課本裡面有跟你講過一件事情 我們事實上在對樣本空間做分割 分割的方式有很多 有人用喜歡用討論的 有人用表格 都可以 不過課本只推從一種做法 如果你看課本 董騰版的課本 就是說 其實你只要畫一種圖 就可以把那個樣本空間 那個那幾塊拼圖 通通都把它機率找出來 那個叫什麼圖 數狀圖啊 高中數學 我們的版本的課本 他就說 你就畫數狀圖 不就很清楚了嗎 對不對 來數狀圖 我畫在這裡 我畫在這裡 好不好 數狀圖我們先把樣本空間切兩塊 切哪兩塊 一個是 有一塊是線故障 線故障 寫上去喔 對不對 一個是線沒有故障 就是你的線是什麼 你的線是好的 對不對 你樣本空間是不是 先被切兩塊 好 請問你 線故障那一塊 面積是多少 他面積就機率嘛 多少 線故障的機率多少 就是0.1嘛 他線設好的機率是多少 0.9啊 不是嗎 他不是說0.1跟0.9嗎 線故障的機率是0.1啊 好 我有兩塊拼圖喔 接下來 我們又要把它切得更新一點 在線故障的情況底下 接下來這個是條件機率 在線故障的情況底下 你的投影機有兩種情況 一個是投影機怎麼樣 一個是你的投影機壞掉 另外一個是你的投影機是好的 知道我的意思嗎 來我用XX代表壞掉 用圈圈代表好 來 欸 臭小鬼屁嘴 來快點 你要講話就是 除非你要分享你的想法 不然你就不要講些有文明的 好 好 線故障跟投影機有沒有故障 其實沒有關係 所以這個條件機率喔 這個這獨立事件好不好 欸請問你在線故障的情況底下 投影機故障的機率是多少 這題目說機率是多少 講話0.多少 這0.05啊 啊投影機好的機率是多少 0.多少 0.95啊 0.95啊 來投影機故障的機率是0.55 投影機是好的機率0.95對不對 我最後問一個問題喔 這個我講過很多次了 請問我現在有幾塊拼圖 欸要下課囉 我們有幾塊拼圖 4塊 對不對 這4塊的面積怎麼算呢 很簡單 來你告訴我這塊面積是多少 這是0.1裡面的0.05 所以你要把0.1跟0.05怎麼樣 乘起來喔 欸我以前有看過樹狀圖 有學生把機率加起來的 這個等於所思道 我說為什麼你用加的 一定是用乘的啊 這個是0.1裡面的0.05 這一塊的面積就0.1 啊這裡佔它裡面的0.05 0.1的0.05 不是應該是乘起來嗎 所以這一塊面積是多少 0.0.05 啊 對不對 課本都說你用樹狀圖畫出來就好了啊 來 現故障 然後投影機是好的 0.1裡面的0.95 0.1乘0.95 來我快要交往嗎 告訴我這個乘起來是多少 0.0多少 9.5 欸可不可以 如果是走這一條 0.9裡面的0.05 所以這邊是0.9 再乘以0.05 來請問這個乘起來是多少 欸有些學生不會寫這個喔 我要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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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來 講一下這是0.多少 0.9乘0.05 是0.多少 呃 是0.45嗎 是0.045吧 是0.045吧 對不對 欸可以喔 現好的投影機也是好的 0.9裡面的0.95 0.9裡面的0.95 欸 0.95乘0.9 這是多少 0.85 0.85 養成好習慣喔 這四塊加起來 面積一定是多少 一定是1 因為你在對同個樣本空間做切割 你這要拼回去 不是整個樣本空間嗎 四塊碼對不對 好 我們準備把這一題把它得分喔 仔細看這邊寫清楚好不好 來請你告訴我 無法投影 欸 是哪幾塊拼圖是代表無法投影 欸 現故障 現故障馬了 投影機也故障 這當然無法投影啊 現故障投影機好的怎麼會投影 不行 現好的投影機故障 這也不行 所以你無法投影的情況有幾個 有三個 你就加起來寫在分母 這個就是0.005 再加0.095 再加0.045 後面這個計算其實應該不會再講很難喔 欸 現故障喔 而且無法投影 來你告訴我是誰 這是哪幾塊拼圖 現故障而且無法投影 現故障 而且無法投影 是 什麼情況 你說 對不對 你現故障 你現故障就無法投影啊 對吧 那不管你投影機是好的是壞的 是不是都沒有辦法投影 好 所以是不是只有這兩塊 對吧 所以上面是什麼 上面是0.005 加上0.095 我們把答案算出來喔 我快算出來了 0.005加0.095是多少 你說 0.1 0.多少 你們這個0.1幾都好容易算錯 到底是0.多少 0.1 下面是多少 0.145 0.145 都錯到這邊了 會不會還有人錯 這個接下來怎麼畫檢 小學生都怎麼做 寫成145分之多少 100 對吧 你看是100嗎 沒有錯 再畫檢一下 這個可以用誰畫檢 5 那這裡是20 那這裡是多少 29 答案是29分之20 謝謝各位同學 謝謝 我們準備陳寧姐 謝謝 謝謝